这些真的文官应该要回答的问题 国际议题来看看 现在在日本正在展开的是东协峰会 把十个国家的很多的代表领导人都请到这里来 那对于小马可是来说 菲律宾也到了这个现场之后 他强调南海紧张很加剧 他强调中国砖断构成威胁 所以特别来这里寻求 包括日本美国其他国家的盟友来协助 这次峰会是16号18号在日本展开 第一天岸田文雄就跟大马首相安华 签署了安全援助协议 还要拨款4亿日元 去加强马来西亚的海上安全 那另外一个目标重要的议题 当然就是促成菲律宾 要允许日本自卫队跟菲律宾军队之间的 互惠准入协定 那这对南海产生的影响会是什么 大家可以来观察 但是欧美去帮助菲律宾 接下来还有英国的舰队也要去 就说中国十一船闯到仁爱暗杀 菲律宾部长 国防部长就震怒 就谴责中国 但显然南海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甚至还有一个议员呼吁 要驱逐中国驻飞大使 寻求各种求偿等等 这么的紧张 那美欧去拱火来帮南海 有这样冲突跟纷争的风味 被形容跟分析认为 都是一边积极要重启军事对话 管控风险来拿来 跟中国来谈判的筹码之一 同时协助菲律宾回应中国 但意图当然不是要真的让他打 是要让看起来可能会打 打了你会危险这样的冲突 跟台湾概念很像吗 要对中国施压 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吗 当然在东协峰会之前 中国外交部也立刻做得很快的动作 在会前 王毅就会见了这些东协的使节 15号见的面在北京 那么这一次的会议里头 则是对于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些都一样的先去了中国 其中你看菲律宾驻中大使 也没有缺席 他也在其中 所以持续先做东协可信贷 可依靠长期全面或战略伙伴 这个当中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各自都在做双边关系 所以东协国家 尤其越南也很有意思 不是习近平刚访了越南吗 他接着也去访问了日本 越南的总理 强调跟日本要进行更多的合作 越南是全球经济风暴的避风港 越南跟日本 在半导体各方面都要合作 而习近平也有意思 习近平的做法是 去访问完越南之后 回国立刻就谈到了 跟这个广西 云南 跟越南合作有关的议题 也立刻去到这个地方来做访问 强调一带一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 表示很在乎跟越南所做的各种合作协定 亮哥从东协来看 大家各个国家其实都一样 菲律宾虽然要去跟中国跟英国 美国寻求合作 跟日本寻求合作 但显然这个当中 还有各自的国家利益 考虑得很周详 所以两边通通都要去 我觉得亚洲 东亚跟东南亚 有些议题是虚的 有些是实的 做表面的 比如说菲律宾 菲律宾今年1月就去北京了 也跟中国大陆签了一些经贸协议 总价大概接近200亿美元 到现在没有一项落实 因为他回来之后都在搞军事议题 一下四个基地要租了 一下仁爱礁 一下黄元岛 现在又要找八国联军 军舰要进南海 你都纠缠在这种议题 中国大陆当然不可能去实现 经贸合作 就是大家都小打小闹 你来我挡这样 就这样 比如说40艘民船来 中国大陆就准备138艘民船这样 就是都在搞这种东西 所以搞到最后 有没有任何进展 没有 就是这样 你反观越南 我觉得越南就是一个聪明的国家 他9月13号拜登去访问越南 至少带来了半导体 越南立刻表示我会买波音飞机 给他面子 然后美国就说 我考虑要卖给你F46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聪明的国家 稀土拜登也提出要求 可是他稀土就没有给美国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牵涉到货运铁路 牵涉到提炼加工 这个就是中国合作比较方便 所以稀土他就是给中国 习近平去 因为中国他还给习近平一个大面子 越南的北部的铁轨的轨距 踩中国标准 这个算是很大的让步 未来货运铁路中国就说 那我们就援助 以后一定就是采矿 货运 提炼加工 就跟中国整个对接 所以你看习近平他回去 为什么要去广西走一下 就表示这是完生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美国跟中国 在比如说越南 这个就是完真的 菲律宾就是你跳来跳去 从今年一月跳到12月了 一事无成 搞到越菲律宾的内部 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甚至有人说要不要搞政变 支持这个杜特帝的女儿 就是副总统 连这种声音都出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 你去想你一月抢头香 去了北京 那回来之后 菲律宾的商界 一定是期待说赶快落实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 那他反而去看到越南 怎么抢到我们前面去了 那印尼亚望高铁也通车了 那结果我们这边通通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个政府要分辨 什么是虚的 什么是实的 那这个民进党 当然就比较像菲律宾 就是一大堆东西都在玩虚的 你明明就知道 两岸的贸易很重要 然后每天都在吹牛 事实上民进党现在主流论述是什么 你知道吗 费委员刚刚已经讲了说 你跟中国大陆贸易这么深 出口到中港高达四十几% 民进党说 说是他们依赖我们 因为他们除了我们之外没得买 我没听过 他当然就讲半导体 可是你去想 你半导体没有错 因为美国打科技战 所以人家是抢先购买 这没有错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中国市场你不做 哪里有这么大的买家 可替代性 替代的买家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高科技界都不讲话 就看你这边吹牛 说我们好棒棒 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替代来源 真的吗 我跟你讲 明年人家28纳米以上 他就自己做了 到时候他还对你的28纳米 以上的半导体会跟你采购吗 这个是随着人家的企业往上走 你有一些订单就被取代了 可是你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订单 那你怎么办 你有其他地方可以买吗 你整天到晚要发展印度 印度可以买吗 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讲话 要根据基本的科学 其实企业刷在蛋 所以才会台积电 上一次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对未来第四季 跟中国的贸易是非常的悲观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日本正在召开东协峰会 菲律宾很强力的要求 大家帮我要跟中国做对抗的意在如何 左教授怎么看 其实菲律宾在马可思任内 小马可思任内 其实他的政策有很大的转向了 当然大家也怀疑说 是不是因为他跟美国之间有一些 还没有处理的一些 不管是司法 或是其他一些个人的一些事情 但整体来说 其实菲律宾在过去所面临到的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它本身是没有足够的海防的力量 所以过去它是依赖美国来做 它的海防力量 这是为什么菲律宾这么在乎 就是美国对于它的 所谓的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解释 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里头 提到的就是说 菲律宾在太平洋的船舰 视为菲律宾在太平洋的船舰 如果遭受攻击 就视为对于 就是对菲律宾本土的攻击 那这时候就会启动它的防御 共同防御机制 那美国其实事实上在2019年 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 才第一次宣誓就是说 这个是纳入范围 所以菲律宾就觉得 他现在可以进一步向前走 可是当时的杜特地 还是比较谨慎一些 就没有像现在马可思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马可思 就是说他现在因为跟美国 他本人是希望跟美国拉近距离 所以说他就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些对峙上 他就变成更加的激烈 激烈一点 更加的强硬一些 当然菲律宾国内的民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整体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没有足够的实力 你真的面对 就是说真的正面去碰撞 你到底能不能去处理这样子一个情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就是现在因为你看菲律宾 美国跟日本 现在美国原来就有所谓的访问军队协议 就是美国的军队可以到菲律宾来 这是最主要为了演习使用 那日本现在如果签了 那日本的军队也可以来 可是问题是日本愿不愿意出来 愿不愿意派 因为日本的前提一定是在美国跟菲律宾 要共同采取行动的时候 日本基于跟美国的这个同盟条约 他才会出动 那美国愿不愿意出动 这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可能就是说海岸的巡逻 海上的巡逻他是可以的 可是在接战的时候 你看过去 我们跟两岸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 1958年那个时候 美国也是不敢到金门去 他只有护送我们的船舰 到了金门的海里之内 就是我们所谓领海范围之内 他就不进来了 所以说即使当时他也是这样子 那未来如果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真的发生了军事冲突 你觉得美国在海上 会为了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船舰 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吗 我觉得这可能性其实是不大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真的是 还是要很审慎的去做出你的选择 就是说该要捍卫的国家利益 是要捍卫 但是和平 这个还是很重要 还是非常重要的价值 因为一旦发生冲突 你必须要有准备说 你能够处理这样的情势 否则就不要轻言为止 后面还有更深入的讨论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越关系最近成为很多国际主目的焦点 那么越南既要跟美国合作 跟中国这边的关系也不能断 尤其是在一些矿土 半导体 交通的合作上 委员 刚才阿良讲了很清楚 这个越南是蛮聪明的 自从1979年 这个大陆的陈越战争以后 越南学会很多 越南现在 不管是它的河内 或者西贡那边 现在叫吴志明市 它多少个国 尤其是台商去投资了很多 它会珍惜它的经济发展 其实菲律宾 某一个时代在杜特蒂的时候 大家感觉到 大陆带给它的金帽 让它繁荣得很快 繁荣很快 但是最近 这个小马可士 我就觉得 我不能讲说 他脑筋不清楚 刚才大家都有暗示 他爸爸当时从玛丽拉出去 带了多少美金到夏威夷 带了多少 这里面有没有被美国掐着脖子的事 金银财报的事情 我们大家去猜吧 这有的测试 去问问CIA 他讲出来我们就知道了 但是菲律宾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移工 到别的国家去 换句话说 它那边还缺乏就业的机会 如果这时候跟老共去斗 对它有好处吗 美国不会提供给它那么多 而且菲律宾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是南部弥达纳尔那边的 独立运动 现在只是媒体没有报道 我所了解的 那边还在如火如荼 就是在搞 当时杜特帝 用他个人的魅力 他对他的怀柔 让他南部的世界 大家不要再对抗